第八十一面 第六行 三 妙用自在的 書 妙有之交印式 这是把苏文给我们指出来了 妙有得知而不有 真空得知而不空着 不见真戒之人 文说三成因果 则齐心取向而求 文说诸法皆空 则不惜化身沿途 若得真戒 则止一切皆同真戒 悟空不由也 于有处见之 由则于之不易 故有皆不由 于空处见之 空则于之不易 孤空皆不空 那么这是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苏文里面 在这个 六十三面 注意把六十三面这个文看一下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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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地方 第六十三面 倒数第四行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看起 我念一念 妙有得知而不有 真空得知而不空 生灭得知而真诚 缘起得知而交印 就是这个四句 这个四句是讲一针法界的作用 前面讲过本体 讲过现象 现在要说明作用 这个作用是在讲 全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 那么由此可知 那么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 确确实实是说的一针法界 也就是祝福古地上的境界 绝对不想踏放世界 乃至于我们现情这个世界 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师在此地为我们开示的书 一开头讲 不见真界之人 这就是凡夫 不但凡夫 没有见到一针法界 小臣就是我罗汉匹志佛 乃至于全教菩萨 都没有见到一针法界 什么人才见到一针法界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云叫粗诸菩萨以上 别叫粗地以上 也就是常说这 要破一瓶无名 正一分法身 那个法身就是正界 换一句话说 无名烦恼没有破 一针法界见不到 见不到一针法界 给我们谈一针法界 我们这个难以理解 那就可以能够想象得到 我们没法见到 那么什么叫一针 首先要注意的 真的就不是假的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假的 你看金刚经商不是跟我们说的很好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他那个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 金刚就是说 所以又说一切有违法 这都是说明我们眼前的境界不真实 必须要到相当程度 你才见到宇宙万有的真相 这叫真界 真界怎么叫一呢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境界不是一 是多 怎么是多呢 它变化了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了 那不是一样 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季节不一样 一天呢 有早晚也不相同 说我们人吧 人有这个幼年 有少年 有中年 有老年 这也不一样 那么你就晓得 仪是永远没有变化 永远常住 这个才叫一 那一就是一般宗教里面的所期望的永生 那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生不灭 这个才是一 三灭就是二了 就不是一了 那么这个境界 真能得到吗 还是我们幻想当中的 真有这回事情吗 叶主说真有 怎么晓得真有呢 我们现在虽然没正的 但是在理论上我们知道 理上讲得通 当然事实就有可能 凡事他都有理 有理一定有死 所以今天这个一段 纯粹给我们讲原理 我们在前面看到 一真法界 前面说是信其 不是缘起 信其是一真 缘起是生命 不但染缘起是生命 染缘起是讲我们六道轮回 包括其他宗教所讲的天堂 天堂也是染缘起 四圣法界 这是静缘起 静缘起还是有生命 静缘起里面是在讲包括了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么由此说 燃与静 都是生命法 必须要到我们通知上纯静 纯静就不是燃静之静 燃静之静它是相对 那我们讲这个静 是离开燃静两边这个静 这个静那就是一真法界 它离开两边了 两边是生灭法 离开两边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地方讲 不见真见之人 这就是直全教菩萨 以下的 指这些人 文书三尘因果 佛常常在讲经说法 说神文原觉菩萨 讲这个三尘 听说讲三尘怎么样 作了像 就作了像 在齐心取向而求 给你讲原觉 你就想正辟之复古 给你讲菩萨 你也想成菩萨 你也取心 这个齐心动念 想去学 但是你这个心念 你这个心是个生灭心 是个生灭心 这是佛在教学当中 最常见的现象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也是如此 哪一个人不是这个修法呢 都是这个修法 这个修法 不能是粗 但是给主说 这是粗级的修法 不是佛法 高级的修法 高级的修法 那我们想象不到 那么这是讲油 说油 三尘因果 就是说油 说油 你就执着油 说空 你就执着空 你不晓得空油是鱼 这个就不懂 不好 真的不好懂 我们总是把空油分开 空 决定不是油 油决定不是空 一针里面呢 一嘛 那个空油是二啊 空油是二啊 一呢 空油是一 空就是油 油就是空 这个事情 刚才说了 不是我们境界 所以不是我们境界 我们常常听说 你看心经上不是说吗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于空 空不于色 那个色就是油 有不于空 空不于有 有就是空 空就是有 这就是一路 那么由此可知 《薄弱心经》 是一针的境界 是一针法界的境界 这个经虽然很短 大家天天念 念聊不懂 怎么晓得你不懂呢 因为你还执着空 因为你还执着空 执着有 所以你不懂 如果你真懂了 空油两边都不执着 那是你对心经 真正懂得的 所以念而不懂 那么这一段文 可以说就是心经 这四句话的 这四句话的住情 这个住情包括上一次讲的一段 都是这个四句话的住情 这文书住法界空 听这个佛讲空的道理 他就住空了 这不惜化身沿途 化身沿途是说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烈化化身 这个青宝 庄严 他不喜欢这个 为什么 这是油吗 他就空了 空他就这个不要了 所以那个禅宗 念佛夜深 要漱口三天 他怕这个油 染污了他 这就是说 都是没有见到真正的人 他才会有这样的知识 这个知识 偏知 偏在一边 不是偏在有 就是偏在空 这个是绝大多数的现象 可以说 在佛法里面 中下根性的人 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下面讲呢 那是真正见到一阵法界的人 他们的观念 跟我们不相同 这个观念 现代的术语来说 就是人生观 宇宙观 不一样 这个观念呢 也就是法华经里面 所说的 佛知之见 跟如来国地上的 见解相同了 所以叫入佛之见 这个底下说 若得真正 这个得是你正得 你正得了 一阵法界 戒之一切 皆同真正 没有一样不同 怎么个同罚呢 古得有个比喻 说一斤做气 气气皆斤 譬如你到那个银楼里面去 你们女同修啊 很喜欢玩这些东西 你看看那个黄金做的东西多少种 琳琅满目啊 美不胜收啊 千差万别 它是一样东西 黄金 所以你从黄金上看 同啊 没有一样不同啊 你要见到真戒 真戒是什么呢 真戒就是自信 真如本性 见到真戒 你才晓得 一切万法 没有一法不是自信 难道我们这个身体是自信吗 我们这个大楼是自信吗 怎么练起这毛巾是自信吗 给诸位是真的 统统都是啊 没有一样不是啊 这个就奇怪了 我语什么说样样都是呢 你如果把前面所讲的 你能够听懂 听明了的 此地你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信其嘛 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别现的 这就是大乘法律常讲的 信相报二啊 信相依如 信在哪里啊 就在相上 用相是信变现出来的 相就是信 信就是相 信没有两样 相哪有两样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相都不同 千差万别 是我们分别心里头 分别出来的 不是真的 真相 真相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大家通通都没有分别心呢 跟主要说 我们面貌都是一样的 你看他看相不上说 相随心转 因为你心不一样啊 相才不一样 心要是一样了 相就一样 所以佛的相 决定是一样的 佛没有往里 佛一心 所以不管哪一种佛 他那个面貌 决定是一样的 不会有一点差别 心一样的 这个是四射真相 唯有佛与大菩萨 他们知道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相随心主 这个意义很广 意义很深 其中第一 随谁的心转呢 随自己的心转 不是随别人的心转 如果随别人心转 那佛跟佛一定啊 也是千差万别 佛成佛 决定不可能说 大地众生 大地众生同乘佛道 这个境界 决定不能够先前 可见的 这个转呢 是随自己的心转 那么佛法里面所讲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 这一句话才能够讲得通 我们自己心地清净了 见一切法 没有一法不清净 我们自己心慈悲了 见一切人都是好人 都是很慈悲的人 见随自己的心转啊 不是随别人的心 这个是功夫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自信 所以西方世界 你去看看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讲那个世界 所有的人 那人数太多了 没法子 不能计算的 每个人相貌都相同 机制也一样 那个世界是个平等的世界 绝对平等 完全平等 这个是不可思议 受奉一切祝福世界 跟西方极乐世界 都不一样 祝福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 唯一度西方进度 很特别 滑藏世界 虽然 是一阵法界 那个纯度还比不上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 不空 不有 非空 非有 这是四十真相 所以 虽然 于有处 坚之 有则 于之 卑 这个于之 叫于空 卑 这个有 就是新经上 讲的色 色 不亦空 有是有相 是有作用 空 空是没有相 没有作用 这两个 怎么能 活得起来呢 注意事想想 你离开一切 分别执着 这个现象 多少 你会体会到一些 所以佛法的修许 有它的难处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你不得起法 那就难了 一生都不能成就 如果你要得起法 懂得的方法 不难 人人都可以成就 成就 成就前身 那当然不一样 但是 决定 要成就 那个门道 在哪里呢 给主说 门道 就在一心 一心啊 是入 夜征 法界 伪 的 一个 法门 就是门禁 唯一的一个问题 所以进途中 他所求的 一心 不乱 一心是能辱 一真是所路 能所不二 这个地区 是不可思议 所以学佛的人 从哪个地方下手呢 主要是不可思议 注意啊 一定要知道 从清静心下手 绝对不可思议 绝对不是从不学多文 你从不学多文 你一生 不会见到 为什么不会见到呢 你心不清静 你念的东西越多 清凉大师讲的 你正张 你正张协尽 念的越多 头脑越复杂 越会想啊 越会想啊 就越会分别 越会执着 越是见不到 四十真相 所以 这个东西要入门呢 那个头脑要简单 才行 不能复杂 大家现在学佛 路子都做错了 从哪里 从一个复杂 唯恐自己头脑不复杂 这就是完全背道而驰了 所以这次 日常法师从美国回来 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现在在教佛学院 我就告诉他 我就仔细去观察一下 佛门里 不管哪一种 不管哪一派 这个密教弦教 宗门教下 这个一开端的训练 通通是训练一心不乱 从这上下手 所有的方法 不一样 但是 那个目标完全相同 你不是教家 叫你五年当中 念一本经 他是不是叫你 对这本经理解的 不是 用这本经 拿共产党的话来说 就洗脑 天天念这本经 就不准你念第二部经 你这个头脑五年 就单纯了 把你乱七八糟 忘念统统给排除掉了 用这个方法 在我们佛门讲 就是训练清静心 把你拉拉扎扎的 胡思乱想统统写掉 禅宗 用灿禅的方法 目的也是这个 密宗里都用持咒的方法 还是这个目的 不管用什么办法了 目标相同 所以这五年当中 叫你念经的时候 它不是叫你解意思 你一解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一段什么意思 那就坏了 那又错了了 变成什么 胡思乱想 所以一定要想得 经没有业 没有讲法 你只好好的去念 我在前面跟主委说过 念经是修行 修什么呢 修戒 修定 修会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不仅仅是修戒定会 年六度都在其中 真是六度万恒 统统在其中 吴国拉尽头来说 包括了三自良 真是三学三会 三自良 六度万恒 全在里面 他一次完成 所以你念的时候 恭恭敬敬的 成心成义去念 所谓成心 就是不用分别心 心一有分别 心就不成了 这个成的意思 古人所讲的 一念不生 未知成 我心里没有一个忘念 这个是成心 你要用这个心去念 老老实实去念 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念下来 你念一个终点 你修一个终点 念两个终点 修两个终点 修戒 戒是诸无莫足 众善奉行 我念经的时候 心里一个忘念没有 这诸无莫足了 连忘念都没有了 这个造作 不但口造作 身造作 动念头都是造作 我念头都不动 心都不造作了 诸无莫足了 动善奉行 经是佛从 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音语文字 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念 念到我们自己 因念不生 这是至善 至与至善 儒家之 喊出这句口号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佛法是这个境界 至于至善 一念不生 就是至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你看 戒越满了 你念的时候 心里头没有忘念 没有这个忘想 没有分别执着 这就是定 专心去念 这就是定 所以念经是修定 念得字字分明 句句清楚 没有念错 没有念电脑 这就是修慧 这是什么慧呢 这叫根本智慧 般若经常讲的 般若无知 无知是真正的智慧 它起作用的时候 就无所不知 真智慧是无知 起作用是无所不知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跟这个意思相同 空有是一不少 你看 修智慧的时候 真智慧的时候 要空 起作用的时候 它就有了 自然就有了 不必要去学 空有确实报 但是空是体 有是用 你得到体 自然它就起作用 所以你要 真正晓得修行 要在这里下功夫 决定不能搞多 不能搞乱 你比如这个 我这个地方提倡的 我劝人念 念无量手机 日常法词 劝人念这个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一样 为什么呢 都没有理解 都不必解释 只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在五年当中 是你身心清静 心地清静 智慧自然就开了 智慧开了 世出世间法 一切法都通 这就叫做佛法了 绝对不是说 我这个法门 比你那个法门好 你那个法门 不如我这个法门 你还是分别执着 你永远不得 其蒙而入 为什么呢 你用这种心 你虽然五年 一样修一个法门 你是用的 妄心修 不是真心修 你得用真心去修 真心就是 利益且分别妄想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真心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是妄想 这个道理 佛在楞严经上 讲得非常之清楚 所谓是 因地不真 古照与取 因是什么 真心 大乘佛法 完全建立在 真诚的基础上 所以五年 五年就是 培养你的真心 真心是本有的 拿什么培养呢 就是把你这个望去掉 把你妄想执着 写掉 你的真心自然 写露 然后用这个心 然后用这个心去祈求 那这一切法迎人而进 你看这么深的经典就不难了 一看就明了了 一接触 自己心里头就有体会 所以你能够在 有处 见到 有与空 不易 见到空处 空与有 也不易 真正体悟到 四季是空 空与是四 空有 不二 万法 一如 这样 就能 其如 一阵法界 其如一阵法界 在我们佛学里 这有个名词 最低限度 你是原教 出诸菩萨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代 学佛无论在家出家 比起前一代 差得很远 绝对不是说 我们这一代的人 聪明智慧佛报 不如过去的人 决定不是 我可以讲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 聪明智慧佛报 超过过去的人 过去的古人 远远不如我们 我们今天在佛法上 不能成就 完全是观念 方法上错误了 所以这个 一定还是要 遵循 古老的 方式 我们才会 有成就 我们再看 底下这段文 八十二面 第一行 最后一个字 看起 不空 故自然 不舍修行 不有 故自然 不取向 这个两句话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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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大臣经论 经论上面 常讲的 常讲的 双知 双照 中 到 低 一地 既不做空 也不做有 你看呢 不空 故自然 不舍修行 这就是不做空 他修不修呢 真修 天天在修 念佛的人 天天念佛 打坐的人 天天打坐 念周的人 天天念周 他真修啊 这个修啊 他没有落空 所以修怎么样呢 所以修他不着相 念而无念 他不着相 不着相啊 就不着有 修不着空 不着相呢 他也不着有 这个修啊 前面那个题目上讲啊 妙用自在啊 这就自在了 为什么你不自在呢 你有执着就不自在了 你没有执着就自在了 修而无修 无修而修 在念佛的人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念跟无念是一 不是两桩子 所以这个话呢 绝定不能把意思 错灰了 听说念而无念 无念而 那我不念就是念嘛 这个就你把意思错灰了 那我们可是你吃饭 吃就是不吃 不吃就是吃 好了 你一个礼拜不要吃饭 不吃就是吃嘛 行不行呢 不行 意思决定不能够错灰 不能错灰 修决定要修 不仅我们念佛 不服都念佛 这个大家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 释迦牟尼佛 很念阿弥陀佛 大师之菩萨 等觉菩萨 都是六根 静念相机 他念佛 他不中断 这说他念 有修 有修而不知足 这个与 一真就相应 与真界就相应 我们今天修 我们今天修 修执着 执着与一真 不相应 但是执着 在初学的人 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初学的决定 不能解释 决定与这个境界 不相应 那怎么样呢 所以叫自善固执 自善固执 是对初学人讲的 就跟这个教学一样 小学生 一定要守法 守纪律 中学生呢 那个就稍微放快一点 大学生呢 就完全开放了 他年龄不到 他不懂事 所以这个 佛度 是逐步逐步的开放 开放到最后 那是大自在了 佛法也是 你还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那佛就跟你说 你执着善 不要执着我 自善固执 用这个方法 你到一切都不执着了 给主说 善我就没有了 善我从哪里来的 执着里都分辨出来的 分别执着里都 才有豪丑 这个邪正争望善 才有这个东西 离开一切分别 什么真的假的 善的 我的 都没有了 清净心里头 一发不利了 六族 六族说的好 本来无忧 本来无忧 是真的 你说善无 你说争望 你说邪阵 你说是非 是这样 东西在哪里 说善了是什么 都是你一个错误的观念 没有事实 你拿那个找事实 通通是众生错误的观念 在一针法界里头 你想错了 你看错了 你做错了 所以你受很多的苦暴 说川脸很冤枉 就好像人做做卧梦一样 每天晚上做卧梦 吓得一身冷汗下起来 假的 不是真的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梦是假的吗 你当真吗 所以你也吓得一身汗下醒了 如果你晓得那个梦是假的 你就不执着了 梦里头有一头老虎要吃你 我就行行菩萨道吧 我就供养你一餐吧 你也就无所谓了吗 你晓得是假的吗 可是你不知道是假的 你认为是真的 所以贪生怕死 这个时候 这个错误的观念 统统揭露出来了 把这个四十的真相 完全 失掉了 完全失掉了 那么这些理论 刚才说过了 是符合于大菩萨的境界 我们如果懂得 真正能够体会到 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你能够用一分 你就得一分的自在 你能够用两分 你就得两分的自在 就看你会不会用 真正去体会 佛法说老实话 说非常现实 学了 马上就起作用 用在自己生活上 用在自己出世待人久 心地清净光明 事情做得非常有分寸 做到恰到好处 这个恰到好处就是油 就是不着空 心地清净光明 不着油 空油两边都不住 这个是资历 自立就是 自立立自己什么呢 立自己的清净心 立自己的智慧 我的心 日常生活当中 一天一天清净 智慧一天一天增长 这是自立 立众生 立社会 是把一切事情 做得恰到好处 那是利益大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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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